我要记住啊 警察来给你们接点问题的 警察来给你们接点问题的 当时后来就投来发个案上开了 开了一辆宝马插楼 然后还停留三辆小轿车 停在搅拌站棺子里面前面 然后拉到横幅 他要工钱 跳楼的那一方经过核酸 他们酸出来的金额是 大概有三百多万 然后沙漠高速项目部 他们核酸有 两百多万 大概他们是有 一百万左右的差距 因为他们当初在做事的时候 没有签订合同 只不过是一个口头约定 所以他们对有些方面的认知 他们就存在的双方存在一定的差异 下次再找公安机关 找各个劳动部门 缺取发的原则 帮我们解决问题 慢点慢点慢点 就说非常感谢 很容易做事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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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